欢迎收看本节目 第一轮公开赛是本赛季第三站本土系列赛 本站比赛丁俊辉领衔21位中国选手出战 在首轮比赛后共有12位中国选手晋级 在第二轮后只有8人赢球晋级32强 丁俊辉在本次比赛的状态不错 此前先是4比0击败了马克戴维斯 随后4比2复仇击败希克斯晋级 在第三轮中丁俊辉的对手是奥唐纳 奥唐纳目前排名世界第49位 双方交手过两次 两人各取一胜 最近的一次是丁俊辉5比2取胜 第一局丁俊辉上手拿到第一分后出现母球落袋 不过在防守大战中丁俊辉抓住机会 解开了台面上复杂的球形 单赶62分83-17拿下取得1比0领先 第二局丁俊辉率先上手 不过难度不大的红球不进 中断了进攻 不过对手实力一般 丁俊辉很快抓住机会上手 丁俊辉手感不错 单赶轰下103分 拿下这一局取得2比0领先 第三局丁俊辉上手后 打进了一个高难度的架杆黑球 随后又是轻松化解台面上的所有难题 单赶拿到83分 以83比24拿下取得3比0领先 第四局对手率先上手 拿到44分 不过随后进攻失误 丁俊辉上后后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最终再度轰出单赶50架 再胜一局横扫击败对手晋级 在另外的比赛中 此前表现出色的周月龙 在3比2领先的情况下连丢二局 最终3比4输给艾伦出局 赵建波1比4输给沙拉夫 吕浩天4比3险胜晋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